如果贏了英超之后 才会放少少那个力? 这个真的有机会 但到时候可能集中力就去了欧联道 如果你过到马帝会那一关 所以其实是刚好 不过首要条件是你过到马帝会 你过不到马帝会就没什么搞 所以就看一看 我想对利物浦的下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 如果今年英超就赢了 再赢多次欧联或者诸如此 譬如今年的成绩是好的话 就考验了 会不会那些球员走呢? 这个真的我觉得是有机会 反而 可能打得一年 下年打完下年先 你成绩越好就越大机会 成绩越好就越大机会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说真的 像弘迪那样 他真的赢了英超 他也恨赢的 但是他会不会想着 这个问题我就不懂得回答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估计一下 就是 这些球员 在利物浦的球员 他们会不会都好像一些普通的球员那样 很想去皇马或者巴塞踢球呢? 这个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高普和他 因为高普和他 大部分 高普聘请他的时候就告诉他 你如果去皇马 曼城那些 他们已经赢了很多杯 你就那个重要性 没那么大 如果你在利物浦那些 即利物浦以前都是中游队 那你和他们碰到杯 你就变成了 叫做什么? 叫做很 Legend 是什么? 经典 或者是一个转棋 即是高国球 是的 这个是的 这个你真的不知道 因为一日未去到那一点 未去到那个情况 你猜不到 因为始终 这个事实就是 很多现今的足球员 都是觉得皇马和巴塞是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记得我在足球头条那里 有一位朋友留言 我觉得说得很对 就是说什么呢? 在利物浦你看得多好也好 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赢一些个人的赢标 类似Balondor 即是世界足球先生 要去皇马那些 你始终都是皇马巴塞 但是如果要计算这几个 就是 Vendai这么好 做得这么 说真的Vendai是能够做到的 其实都做完了 都是拿得第二 都要输给他 是 但是你 我觉得不是 在世界上 除了 斯朗拿道 和美斯 还有谁拿Balondo 但我觉得他不是因为他去球会 是因为他这两个人 不不不不 我就跟着你 还有另外那个人 刚刚赢了那个也是巴塞的人 那个摩迪 是吧 什么巴塞? 王马 王马去摩迪 都是王马 不计斯朗拿道 不计美斯 唯一一个赢到的 都是王马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因为巴塞和王马 都叫了 跌了 开始跌少少了 如果你在 你想 其实很简单 欧联去年 利物宝赢的 给个利物宝球员 拿得很正常 但结果给了美斯 美斯 更重要是输给你们 美斯是输给你们 输给你们 你也要拿Balondo 那你怎么办 我看看 放下这个人的性格 你不知道 这些事情老实说 其实你不知道 你未去到 我想连放下自己也不知道 我觉得 尤其是南美的球员 古天奴那些 就会上去霸赛 但是放下那些人 我就觉得他会不会 就不知道 你要看他有多想拿 这个Balondo 对 对 对吧 你觉得有多想拿 不知道这些很难说 我想明年就没有 或者下年就 你刚才刚刚说了一件事 我觉得也挺有关系的 就是 这班球员 没什么赢过 在利物宝之前 对不对 那经过他们的努力 加上高普 将他们去调教 终于赢到 那他们在利物宝的目标 是不是已经达成了 就是他们的想法 是利物宝 我是想提升 我知道 如果这个目标 已经到了 他可能想到另一件事 我知道 但是另一种想法 就是他这班人 是未利物宝来之前 不是很出名的 就是过去赢 或者赢 所以 所以很多时候 古天奴走了 但是现在赢到了 现在赢到了 现在赢到了 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 如果走了之后 会不会在另一个球会 做到那么多事 因为很多时候 你也说得对 除了 如果蘇瓦雷斯 和Sterling 其他那些人 或者那个 Emil Chan 去了德国 做后备都做不到 是啊 走完 所以问题就是 对 你没有 高普 其实 车仔也是 哈萨特 去到黄马 都不行 是啊 所以对 两方面都有 但是 我看他们自己 我希望真的 弃得不好 其他那些 你说文尼 或者沙律 就没所谓 因为他真的 利物宝的攻势 是可以的 我想全世界的 利物宝球迷 他们最不想他走的人 就是弃得低 和阿力逊 阿力逊 阿力逊 阿力逊的机会 是小一点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始终 应该这么说 两个来到 利物浦 都是有影响的 但是 我觉得弃得低的影响 比阿力逊 没错 但是 也不是大牌 所以他个人的 那些 感标 而且你赢了第一次 你说得很对 他原本不是大牌 他现在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大牌 我今次都赢了 我都明白你的说法 譬如你去多姆那些人 一打起了之后 会走去白人毛利克 但是 你是白人毛利克 也是叫做大 大过多姆 如果走的话 理论上是 即是叫做升级那些球员 如果走去 这个正确就是 他去黄马临巴塞 是否由利物浦 去黄马临巴塞 算不算是升级呢 这个真是很有趣 真是很有趣 我就希望不会了 我当然明白 我当然明白 你作为利物浦球员 当然不想 但是 有些事情 我都说了 你现在问 弘迪 问环迪 他都回答不了你 但是 今年 我说没听 如果给你们赢得到 例如得到 联赛 英超 他个人想法都不同了 如果赢英超 但是输欧联 他会不会走得不太大 好一点 其实好一点 因为觉得 都不是赢了所有 我觉得 如果你弘迪 其实他去年 书马临多 我觉得对他有多大影响 是吗 你觉得 你想一想 你当你自己 你当你自己 如果真的走去黄马 他会不会做到 利物浦那种东西 这个我答不了你 我不知道 可以做都可以做不到 还有你还有一件事 你还有一件事 不要忘记 人工多很多 是 那他们 他才知道 所以看这样 所以FSU 听闻 这个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 但好像说 其实 跟他想继约 但是他还没有制 好像是吗 你没有听过 明年就继了 今年不知道 今年没有 不是 今年又想继 你知道FSC 你踢得好 他就跟你继 是啊 他没有继 好像在谈 他会继的 他卖人都会继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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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说 应该会继的 不知道 不是 不想继 但是他不继的话 都可以再打三年 就是还有三年 不是 不 如果他不 这个我都没有一个 reliable source 我这个 都是听闻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指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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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通常 那些人想走 会特意跟你继约 所以卖出去 就高点了 这个价钱 这个是球会的方向 所以他不 他做了三年 他就好些 因为他不会等 最后一年走 对 不是 不是 不过以上那些都是估计 说真的 以上都是估计 因为我们 我也是那句 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啊 他们还未的 我想夏天 不要想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最大的谓 就是说 想得太多 你不要想着 你不要想着 我纯粹扔过 你们讲笑 有interesting那些 topic 就行了 因为 你们说英超 已经是说到口头了 所以一个好处 或者一个好处 就是赢得太多 那些人就开始 但不是 你曼联会不会走 以前那些 菲吉尊那些 有 雲尼斯特莱 斯朗就走了 那些 斯朗拉道就走了 但他们自己想走 斯朗 斯朗拉道肯定自己想走 斯朗拉道肯定自己想走 瑞尼斯特莱就未必是 但是 斯朗拉道肯定是 那时候 是不是2008 走的时候 2007 你不要理 那年代 是不是巴塞 都很高 那个球会 不是 黄马 你经常想巴塞 我们的球会 就是黄马 黄马那时候 是不是很高 五条一 但是你黄马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黄马永远在欧联都是很好的 是 是 你不能说 他赢得最多一届欧联就是他 欧洲的联赛 对不对 说真的 西甲基本上 这几年是很特别例子 如果不是正常来说 西甲都整个人都赢 是啊 我也是说一句身份的问题 就是 我就真的不清楚 现在这几年不好的球员 有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实在太多球员 觉得 我终归成功 就是踢过黄马 或者踢过巴塞 才叫成功 是吗 不知道 是啊 你不是好球员 可能不是 但是其他很多球员 这一代 你觉得 但是没有上一代那么厉害 会不会赢 不是 这一代比较厉害 这一代反而更加 但是这一代想踢黄马巴塞 是多于上一代 我觉得现在 是吗 就是 特意想走去黄马 当然 他恨了很久 Dream comes true 是啊 他比利是人 不知道 这些真的不知道 他不是 南美人 他是欧洲人 不是 其实呢 我觉得有一个 就是感觉 就是因为 真的 施朗拿特 不是啊 他是赢不到欧联 车仔 就是 确实是赢不到 才想走 欧联 还有你车仔去走的时候 他那个年代 已经叫做倒了 不是整天赢了 你都可以这么说 是啊 可以这么说 就是另一种 如果他赢不到 比如你古天路赢不到 知道在利物浦没有机会赢球 那就走 这个就是另一件事 这个就不关你们的事了 现在 这个就是其他球队的 你觉得他赢得太多 也可能有另一种 不是赢得太多 是 赢了 我觉得 有些球员是这样的 比如 我用另一个例子 伊巴希莫迪 就是一个例子 是 他在一个地方 赢了联赛 当然 他赢了几次 他就觉得 我要去另一个挑战 是的 但是他也是 80岁才可以 你的分析是对的 你的分析是对的 不是 现在28岁 29岁 我想他31岁 32岁 都没所谓 明年 明年就未必有这个问题 我也同意 明年机会很小 因为你赢了第一届 但是当你赢了一两届 就可能有 但是另一种 和你这些球员 现在我想 因为他的钱 已经很高了 如果再高一点 分别是没有那么大 是的 那些球员 我觉得 Vendei是会选择 和这个高普打球 这个 我们用普通人的心态 去想 可能会是这样 因为我跟你都是一个普通人 是 我们觉得20万磅周身 和40万磅周身 其实分别不大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你不要忘记 球员 就不是一个人 现在的球员 是一间公司 当一间公司 20万磅周身 和4万磅周身 对于公司来说 就真的他们会追求 因为他们要养住 很多人 那看看 不知道 看看班主和他们说 是太早说的 可能你们连续赢几届英超 就肯定会有机会 是的 如果真的赢几届英超 那如果真的赢几届英超 Vendei已经有32、33岁了 你都想他走 如果那时候走就OK了 你明白吗 我们永远 我和你都是球迷 我们永远就站在球迷的角度去看 但是很多时候 站在球员的角度去看 就有少少不同 是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是的 而且现在始终 我想比起我们小时候 看球年代的 loyalty 是很不同 是的 当然 总之 我就踢一间球会 踢到退休 但是我觉得 所以现在自己的球员 可以作主 但是另一种看法就是 如果钱是差不多 或者可能明年里面铺 和明天说30万 那他就觉得 如果我留下在里面铺 和高铺打 就是因为他很开心 所以就觉得 可能做到 就是可能留到他 不是这个问题 我纯粹引出问题 其实很难 因为你觉得黄马和巴塞 都是叫做开始重建 就是 未定了 那些位 那些人 当然 另外一样 那些人老大 巴塞那些年纪 30岁了 那些人 如果Vendee 会不会真的说 如果我30岁那天 就去他们 和他们帮重建 不知道 当然是 说真的 你说 这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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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endee 转到离物铺之后 和黄马比 那当然是离物铺 比较好 这个一定 不能考虑 第一季 对上一季 欧联 是因为真的不够经验 被黄马再赢了一届 但结果 上一届就赢了 这一届 起码英超有 欧联仍然有机会 相对来说 黄马欠西甲 现在都一样 欧联就真的不敢说 因为欧联很多时候 黄马打得不好 但是又进级到 他会很有趣 希望蠻联有机会 不知道 蠻联你记不记得 PSG那场都可以反省 就是Sociata 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觉得 欧联都可以做到 问题是不一定的 他不像利物铺那样稳定 差很远 他的稳定性差很远 不是 先看一看 这些事情 我就不 你们继续说 我听你们说 我自己就不知道 不是 这个纯粹是很早的 这个根本是early stage 我觉得 所以很恨什么 譬如Sidan 那些人经常想 他喜欢文尼 他买过去 但是那些人 那些人 现在这种说法开始 就听人说 如果哥迪奥拿 那些人 可不可以做高普 这种东西 找一帮 没那么出名的人 然后教 教 教到他们 那些人 那些人 可不可以做 哥迪奥拿 斯丹我不知道 但哥迪奥拿 说了他不行 他在有一次访问 他说 我一定要找好的球员 摩迪奥拿 是吗 摩迪奥也是 摩迪奥也是 摩迪奥和高普 也是 摩迪奥我忘记了 他没有亲自说过 但是他肯定 表现上就是 哥迪奥拿 刚刚有一个访问 就这么说 他说 是呀 你找到我用的好球员 我才能做到我的东西 他说明了 所以 高普当然是有点不一样 那个尊重性 就叫做 多了 高普的那些人 就觉得 现在开始可能 这个trend就是 你可不可以找这些领队 去做这种东西 真的从一队一路建筑 但黄马巴塞就不是这样 黄马巴塞就是不停地换 不停地试 但是球员又在那里 所以是很不同的 所以这个也是 雖然 以成绩来说 利物浦这几年的成绩 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相信 有不少人 都会觉得 我不是说历史背景的多好 因为历史背景 利物浦一定是好 但是 可能 那些人都会主要是 是将利物浦和多蒙特比较的 因为两个都是说 将一些好的球员 将它提升 去到一些很厉害的球员 当然 多蒙特很快就卖走他们的 利物浦现在就没有卖球员 除了 古主席和索瓦雷斯那些 但是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快 但是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叫后悔 确实 确实 我忘记是没有贏 多蒙特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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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赢了两个得甲 鲁特斯也是赢了一杯才走 赢了联赛 但就输了欧联 对 Anyway 你明白我说什么 近十年的利物浦 由于FSC的情况 就不是那些豪门买人 是 没错 当然 但是 有时候真的 你不知道自己想怎么 因为有些就是说 王马巴塞就是不同的 他们可以乱的订钱买人 大利物浦就不是 如果 我现在觉得 如果真是说 最惨的一个场景 就是 我想高普或者 Michael Edwards 那些人都可以找到的 理论上 当然可能赢不到英超 但是 不会跌得这么厉害 我觉得 利物浦有时候 尤其这十年 赢了第二名 下一年就跌了 那不会了 我同意 这个应该不会发生 因为 而且 我觉得 如果他们 真的 除非他们真的 完全没得选 扔下 我一定要走了 除非是这样 如果不是他扔下都会跟他谈 他们都很大机会 他会找到一个十条 才会被Vendai走 我觉得 不是 好 看一看 坦白 我刚才说 to an extreme 可能他很想拿巴朗多 但是 我就算他很想拿巴朗多 我想作为一个普通 即作为一个人 他都觉得 我是在这里出名的 我想始终都会 希望是好来好去 我觉得自己 我们 如果找到工作 或者跟老闆好 做得好的话 会不会有风险 就想着走去 另一个地方 就是 那个就不会保证 是会做得好 但是 反过来说 用另一个例子 说 Gareth Bale 就是 Gareth Bale 很奇怪 但是你不要管 他都不知道多享受 他每个星期 拿了四十多万周身 都走 接着去打Golf 喜欢打Golf 喜欢踢球 但是那时候 没赢过一杯 是啊 就是 总之 有时 我只能够说 我想球员 一半一半 一半就是想着自己个人的奖 或者人工 另一半就是 开不开心 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 利物浦 未来下一届 或者再下一届 都应该没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 如果你真的 你作为球迷 你都想他做一个王朝 是吧 想那些人留下 但是 当你去到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还有这类型 我知道 所以我说 除非Vianney和阿力逊 你其他那些人走 你高普会找到人 因为很多球员 想跟他打 其实Timo Werner 其实是想跟他打的 不过这个事情要小心一点 Timo Werner 这个是拆鞋子 知道吗 拆鞋子 因为去年 去年 就传他去拜仁 他也没有去 你知道他去年说什么 在德国踢球的人 有谁不想踢拜仁 今年就说 我来真的 我都要去学习 所以Timo Werner 就是跟自己 自己搵吃 就是打算 打算 他就是 你跟我说 他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 我知道 就是想叫做 自己买自己的 就是跟他们 就是觉得 啊 就是 他有多真心 我不知道 我想他都觉得高普是个人 但是说 是不是就是说 我要来学习 这个千奇 不知道 因为他去年已经试过 明年真的因为他要去非洲的杯 和选择 所以利物浦是需要一个前锋的 是啊 非洲的国家杯 就没有了文尼和沙南 是啊 所以真的需要 希望 所以另一种看法就是 如果利物浦走一个重要的球星 都没所谓 因为其他 就是这样 可以找到另一个人 还有那笔钱 Fsg 是会用的 就是会赚到一笔钱 然后就 用 换一个人 看看 当然了 他结果也有钱落袋 因为 有 还有现在我觉得 那帮青年军 Curtis Jones那些 都可以叫做 开始适应到 第一队 A队 这样 或者帮一些 我又相信 你肯定Fsg 会给他们机会 因为不用钱 不要踢到当然要 还有如果踢不到 就卖了 卖了都赚到钱 是啊 没错 有几个 所以先看看 都不知道 差不多了 说了很多 所以说了很多 都答不了你 你问了很多问题 都答不了我 我也不知道 希望不要令到你 因为这样睡不着 也不会 不需要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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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两年后 如果仍然 保持到现在 两年后 就开始要想 这些问题 王朝那些事情 在这一个年代 没有的了 你不能说 Figerson20年了 做了26年 那是夸张一点 历史上也是夸张的 高普26年 6年已经很厉害了 很长的 当然了 当然了 你现在做到的 已经夸张了 联赛还没输过一场 真是傻的 他还没输过一场 还要赢完 所以其实你慢成两年 就算是很厉害了 第一年100分 没错 你说这一年叫做跌 这一年叫做万年跌 但他也是第二名 是啊 其实也不是叫做什么 总之是 你们两年 你们最惨的是第一年厉害 厉害到这样 都是拿不到 今年要再厉害才能得到 用两年才能得到一年 但是这也没所谓 因为三十年也能得到 你只拉特的年 多雷斯那些也能得到 是啊 那没办法 差一点点 你不要那么厉害 英文叫做 不要那么贪心 因为如果真正 李莫波罗里克尔跟你说 现在有时候新进的 就好像万成那样 就常常要赢 如果我们想起来 比较你以前 早两年已经 头四名应该很厉害的 嗯 是啊 OK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真的我们都说了很多 OK 那今天就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多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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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